大家好,我是瓜哥 今年的冬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不知道大家今天喝了羊肉汤没有 如果还没有的话 今天就跟我做一道 简单营养又美味的羊肉汤吧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将剁好的羊排羊肉 用清水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目的是浸泡出羊肉里面的血水 两个小时之后 刀去浸水 用温水把羊肉洗干净 备用 起锅放入清水 放入姜片 葱段 加点料酒 然后刀有羊肉 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打去表面的浮沫 继续煮3-5分钟 之后倒出羊肉 用温水清洗干净 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下一步操作 新鲜的挤鱼一条 去灵 破肚 刮膜 去塞 洗干净 备用 处理好 处理好的鲫鱼 一生两边 各打三处花刀 然后淋上一些料酒 撒一些盐 涂抹干净 腌制15分钟 备用 羊肉搭配鲫鱼 是为了更容易熬出浓白的汤汁 更鲜美的味道 下面我们准备下一步操作 红萝卜白萝卜气皮 之所以红白萝卜一起搭配 是因为红萝卜营养更加丰富 口感更加醇厚 而白萝卜性性偏好 更容易化解 羊肉 带来的热气 从视觉角度来讲 红白萝卜搭配 颜色更加丰富 孩子们更加喜欢 去皮 清洗以后的红白萝卜 切粉刀块 备用 下面我们起锅 放油 放一点姜片 放油腌制好的鲫鱼 煎至两面金黄 我们平时煎鱼的时候 不要随意翻动 以免弄破鱼皮 这样煎出来的鱼 颜色鲜亮 形态完整 煎好之后 马上加入逐量的开水 盖上锅盖 汤汁立马变白 之后继续炖煮3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挤 留下汤汁 备用 准备好一口砂锅 倒入鱼汤 然后倒入羊肉 大火烧开 放入几节气皮的甘蔗 加油甘蔗的目的是 是为了更好的气腥 而且效果特别好 烧开之后 开盖继续炖煮一个半小时左右 之所以开盖 是为了更好的气熟羊三味 一个半小时之后 加入萝卜块 继续炖煮30分钟 30分钟之后 起锅 装盆 然后再撒上一点香菜 一道美味简单的羊肉汤 就做好了 喜欢瓜哥的视频 麻烦点个关注加收藏 谢谢大家